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时候的那个照片的插画 我们找到非常多当时很精彩的历史照 然后我们就请 像下面这个就是他们当时 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应该很好辨识 应该没有什么变 对 今天来了两位 另外还有一位李三冲大哥 因为人在台中 就是没有办法起来出席 那两位今天应该会带来 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 那 诶 麻烦关我 放下来 那我们还有一位今天参与 谈的是工库 就是公民行动民音 记录资料库的记者 杨娟卢 那他会从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做 呃 民音记录这个角度 来跟我们 有一些不同的面向的讨论 第三个 最后就介绍我们自己 我们是报导者 那中间这位是 呃 文艺化他是我们报导者的资深摄影 那因为呃 两组其实呃 像绿色像工库 都是以往下来 起舞街头行动 那 文艺化他是平面摄影师 所以在平面的角度上面 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观察 三位已久 在台湾的冲突发生了后 大众传播媒体 又开始在广建民进党 我众部一京都冲突发生的原因 台湾 我们先来看一堆电视新闻 看他们是如何报导 这大的冲突 五四点半钟举行 除了到城外部分的交通贪困之外 智序还算良好 但是当游行结束之后 民众打算强行进驻 内湖国会山庄 因为违反游 集会游行法的规定 打游维持智序的远警拉扯 结果有11名远警伤势严重 以下就是台湾新闻 今天晚上所做的最新报道 以拜访自身 中央民意代表为由 民进党党员 今天下午5点半钟左右 搭乘40部游览车和大小车辆 前往内湖国会山庄 自身中央民意代表的住处 警方事先受内法院和国民大会拜托 保护自身代表不受干扰 因此当大兵车队 抵达大湖派出所附近 内湖分局以正向集会游行 没有申请出示警告牌 致使民众在前进 站在引导车上的立法委员 朱高传以麦克风 呼吁民众下车 冲破警方的环界线 大家全部下车 给你 给你下车 因此大批民众在 强行通过州 拉扯为此之处的远警 各有人以装饭时刻丢职警员 在讨论中 还有人殴打警员 远远小组警员 叶维贤 蔡仁玉 詹永祥 张柳毅 陈瑞唐 南重市 陈显章 陈明勇 以及训练中队的欧宝国 王兴凯 曾俊爵等人赏识较重 其中叶维贤 远离休克还在观察中 蔡仁玉也还在打点滴 此外更有多名远警受到轻伤 不过内部分局仍然坚持 让车队强行进入火火山中 大部分车队才在八点半钟左右 陆续离去 这间报告并不是属性 因为属性 每次警察局副局领 已经答应要让车队进去 但是车队来到这里 警察最早就没放下来 没车队进去 以此 他唱这个阶段中 要有很多观众 叫警察打手凶 这就是在现场 在维持极数的 组合一会完 这个时候 有一个观众 去到警察 抓到警察局里面 是不是 您是我的人 您是我的 我会 做出了 打包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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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司长 我亲眼看到 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抓了 你先放出来 我怎么不谈 先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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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我刚才放出来 你先放出来 你先放出来 我先放出来 你先放出来 我先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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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出来 这是站在地上 在维持极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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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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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全國各地的民進黨黨部 或者其他公職人員的服務處 或者其他社運團體的辦公室都可以送得到 在第二天的晚上七點 當時的電視新聞也是中午報導 晚上報導 還有深夜三場 那就說新聞時間的話 像這個的話 假如今天晚上報的 綠色小組的影片快報 明天晚上七點鐘在全國也看得到 當時你就是要去服務處去看 我們能做到的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是盡量想盡各種辦法去傳播 盡量去傳播 這個做了以後我們才會再去剪 我們該做的 做一個長片的東西 談到這方面的話 至於大家看這個 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可能有人說你也一樣 你也不是很客觀 這個我現在也不評論 不辯解什麼的 大家自己看就好 假如有問題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講談這一點 那綠色的話就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可以談一下當時為什麼沉溺的經過 我個人是因為在80年代 我退伍以後大概是1980吧 還是81 就開始在檔外工作 那主要就是在檔外雜誌 檔外雜誌我一直都沒有去任何一個檔外雜誌做不探的工作 檔外雜誌那時候非常多 最多的時候有十幾本 周刊 有十幾本的周刊 後來就是這些周刊的編輯作家成立了一個叫做編輯作家聯儀會 那當時張副中任會長 張副中在那裡 張副中任會長的時候 他成立了一些 就是像我們現在講的社運的 比較接近社運的一些合約會 那我是比較偏重在關注在原住民的部分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 我把大部分的時間挖在這些工作小組上 所以我就沒有去張副中任當一個不探的編輯 我大概一個禮拜接個兩本周刊的每編 那就是只要這兩本周刊不在同一天 只要同一天編輯 那我去熬夜一個晚上就可以了 那我大概非常基本的生活會就可以了 我差點時間去做一些這些社運的工作 我當時我是背著一個照相機到處跑去拍一些東西 那後來是1984年 來到1984年的時候 台灣那時候那一年真的是瘟疫年 礦災連續三個大的礦災都是那一年 我們去報導了以後 我去幫雜事拍照 然後發現說跟報上寫得很不一樣 就是我 對不起 我講的是說 在當時的梅山災變以後有非常多的狂風 後來是死了就死了 這沒死的滿可憐 就是在醫院裡面 那因為吸入了太多的變成植物人的 或者變成就是神之不清的 那住在醫院裡面 那我們後來就去採訪這些追蹤報導 看到的跟我在報紙上看到的很不一樣 報紙隔一陣子就會報導說 他們漸漸康復了什麼的 馬上就可以出面 我去就感覺都不是這樣子 那家屬跟我們講的也都不是這樣啊 那家屬說其實醫院很想把他們進出去 因為你是站著一個床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雖然 趕快雜事有報導 我覺得力量還是不夠的 第一個 趕快雜事常常是被禁的 然後看的人其實也還不是那麼多 它傳播的不夠深入 我就在想說是不是可以試著 幫他們開個記者會 因為我們過去的話 常常是像這樣的事情就要束縛媒體 可是問題是這些職務人他們沒辦法來到現場 所以才想到說進去醫院裡面去拍 拍他們的現況 後來剪輯了一個短片 我們記者會 效果非常的好 讓我就是會去想到說 在黨外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傳播的一個方式 但是大概就是周刊 周刊會常常被禁 比較有可能比較普遍的全面的 快速的傳播的時候就是群聚 但它又是非常短暫的時候 平常就只有周刊在為止 那這樣子的話你有再好的理念很難傳播出去 於是我就一直在想 是不是能有辦法去做像電視媒體 像電視這種東西 可是那時候你知道嗎 他們那些電視台 他們背著那個機器 整個一套起來 包括整套大概要100萬吧 但是我們根本不可能把他們取的東西 到了1985年 Panasonic出了一款家庭式的Home Video 五萬塊 我覺得這好像還玩得起 而且它體系不大 滿適合在街頭跑 我就買了 開始玩 開始玩 一直到也拍了一些 在綠色還沒成立之前 主要比較重要的作品 大概就是1986年9月的林振傑的街頭黃標 然後1986年底就是 民進黨是1986年的928成立的 所以馬上接著就是年底的中外民代的補選 可以說是歷史性的兩黨的第一次對決 那我就非常興奮 覺得說這個歷史畫面要拍下來 一個人很難拍得好 也不可能拍得多 然後就上癢 後來就是找朋友去介紹 找了李山聰跟副長過了 我們反正不認識 那時候也有人捐了 就捐了一部吧 捐了一部機器 所以我們兩部機器 因為這兩部機器就是在那一個選舉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是能夠大台北地區 盡量每一個場次 候選人場次 黨外候選場次 儘量能夠去拍 包括街頭的有些看板 盡量拍 但是其實第一個 我們並不熟悉這個機器 第二個其實非常有限 兩部機器而已 兩、三個人而已 綠色是這麼開始的 我們也沒有想說拍完了以後 還要繼續拍下去 當時都沒有這麼想 只是覺得說 就把這個選舉盡量記錄起來而已 但是選舉到尾聲的時候 發生了跑岸機場事件 我想大家有些人知道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也沒錯 當時就是綠色確實是 綠色拍了一支影片 叫做桃園機場事件 就叫113年桃園機場事件 綠色也確實是幫民進黨 頒回不少選票 這也確實 因為到後來的話 就是大概大家就是 媒體就是又開始醜化民進黨 就是桃園機場事件的時候 只有自立晚報 自立晚報做了一些報道 還有綠色小組的錄影案 所以到選舉後期 其實民進黨候選人 大概全國不需要傳單了 大家就是印自立晚報那一版 後選人大概就是印那一版一直發 然後綠色的這些影片 大家拿來的扣筆 我們也歡迎大家趕快倒考 盡量傳播 當時也沒有什麼這種觀念 什麼倒不倒考 盡量傳播出去 也確實是因為這支影片 確實有幫民進黨滿足的一些票 不少票 那選舉結束了以後呢 我們事實上我們應該就要解散了 因為當時我們三個是在蔡事院的總部 蔡事院總部 那選舉辦也就沒啦 選舉結束了 但是我們覺得有點不甘心 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很值得做下去 而且社運動好像漸漸已經開始起來了 像那時像杜港坊 杜方運動已經開始 滿熱烈的 我們在想說 不繼續做下去有點可惜吧 錢從哪裡來呢 後來就想到一個辦法 我說我們自己決定 就是說我們試半年了好了 試著做半年好了 半年我們去找八十個人 找八十個人 八十個人呢 一個人每個月給五百塊 然後半年就三千塊 那我們一個月給你一支錄影袋 就是紀錄片 我們就是靠這八十個才開始的 就在這半年之間 陸續有五一九啦 什麼這些比較大型的活動 我們確實是比較大型的活動 這些稍微有點沖騰的這些場面 這種影片才賣得動 我們是靠這東西比較多賣得動 然後慢慢我們就是從這裡面走出自己一個模式 就是去賣錄影袋 後來就是有演講會也多了 就會有非常多的攤販 跟著演講會在跑 我們都叫它民主攤販 跟跑廟會的一樣的 裡面也有民主香腸 民主儀咖 賣禁書的 賣錄影袋的 什麼都賣的都有 他們今天 那個年代其實非常恨火的攝影 街頭運動 晚上的演講會也非常多的 常常說每個地方都有演講會 他們就會很自動地 今天百八七七八八點 全部十幾樣車 一月十幾樣車不下去 明天可能是高雄最大廠 又全部去 生意人一定是跑到最大廠的 那我們就是影片給他們去賣 我大概先講到我們的綠色成立以後 接下來我們怎麼運作 還有很多製作的東西我們等一下再來談好了 副導演要補充 剛剛那個大哥講到說他們拍那個影片 我們剛剛看那個內置大概十一分鐘左右 我們有一個資料紀錄 因為現在綠色所有的影片都在那裡大桌保存 那他總共從成立開始 大概有三千個小時的影響 所以剛剛看到是三千小時裡面的十一分鐘的 所以他們是有非常大量的現場的紀錄的數據 然後我們也找到資料就是說綠色世代八年年成立 八七跟八八兩年加起來的社會抗疫時間 大概有兩千幾百多年 就是那個時代是非常多 就是我記得馬三哥形容過 像跟亞歷斯文庫一樣的 那個時代是非常多這種社會事件在進行著 所以也產生了他們的持續要做紀錄這件事情 那就如可以談一下就是公庫 公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就是一個等一下大家走出去 你們也完全背不起來的一個網路媒體的名字這樣 那因為名字太長了 所以我們有取頭跟尾 就是請大家稱呼我們公庫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公庫的這個網路媒體的成立之初 其實就是在跟綠色小組的前輩們致敬 那先跟大家介紹就是公庫是在2007年成立 那時候成立是由現在在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任教的管中翔副教授 管中翔老師所成立的 那時候就是想要去國科會 申請一個數位典藏的計畫 就是有很多學校他們也典藏 比如說他們做青蛙的研究 就典藏青蛙 或是典藏林泰祥的音樂 那我們典藏的是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影像 那就是有介於說 我們現在的時代跟這個前輩們的那個戒嚴的時代 是不可同日而屈的 當時就是一黨專政 那我們要為了要對抗那個威權體制 所以每天社會上的街頭都在發生社會運動 然後大家都想要衝破那個威權體制 後來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百花齊放的這個時代 其實跟當時是完全不能 是他們打拼或努力下來之後 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可是當中也是有一些很迷惘的時候 譬如說有很多前輩們可能在衝破那個一黨 就在衝破了一黨的威權體制之後 然後現在民進黨看起來也有執政了 然後其實我們也要去監督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他也有很多問題 對那可能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迷然 茫然 那當時管理長老師想要成立的時候 他就是覺得說主流媒體也開放了 已經不只是這三老三台 黨政軍把持的三台 有第四台 甚至可能等一下前輩可以提到 他們也想爭取當時綠色是在第四台之外 三台之外的第四台 那現在的第四台百花齊放的有好幾百台 而且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資訊 然後網路也開放了 有非常多幾千條一天 當中幾天兩條的訊息 這訊息各式各樣 Hello 各式各樣 有娛樂的啦 有政治的啦 有兇殺的啦 有各式各樣的就是金山色啦 就是迷惑了大家的眼球或是這個腦袋 你覺得有好多東西好好看喔 可是就像剛剛前輩講的 礦工們就是 在老三台時代被扭曲成說 他們都很健康了 然後他們都要出院了 可是實際上他們看到的狀況不是那樣 可是現在我們在百花齊一半 或是超多訊息的現在 我們又何嘗可以看得到 譬如說像八仙樂園的一些 承暴的受害者 他們後來到底怎麼樣 的確我們還是有主流媒體努力的 再去追蹤就是承暴患者後來 復健健康的狀況怎麼樣 可是你可能就是迷惑在其他的娛樂 其他的新三社或是其他好好看的 農場新聞的消息的時候 你可能也不想看承暴患者後來怎麼樣了 即使我們現在是有能力 每個人也可以用自己媒體的力量 去呈現去追蹤這個很多議題的後續 可是這些議題變得很無聊 或是大家不想看 那其實公庫一直在記錄的 就是這些大家可能會忽略掉的 然後很多幾百條無聊的記者會 無聊的社會運動 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那可能我們會不像一般的主流媒體 那麼的好看 那我們的新聞就是 我們會全程記錄的每一場社會運動 我們把當場一兩個小時的影像 剪成10分鐘以內的影片 然後上傳到網路上 那大家可以現在看到是我們 記者平常工作的狀態 就是一個跟 其實我們現在公庫所做的這個 採訪社運啊 採訪的這個工作狀態 其實跟主流媒體做的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 很多網路媒體或很多獨立媒體 我們比較喜歡稱自己為另類媒體 為什麼另類媒體反而變得另類的 我們在採訪這些就是 呃我們覺得 這個社會該記錄的公平正義的這些訊息 為什麼反而變得另類的 這些我們要去追蹤的這些社會的議題 不是這主流媒體就應該要去追蹤的消息嗎 怎麼會變得我們這些另類媒體在記錄 那可能還有很多人不想看 就是呃 呃現場這位我們的公庫的特別記者 許世凱也在現場就是拍照這樣子 那他拍攝很多很頻繁的記者會 他可能可以運用他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有旅店或攝影機器材等等 他就在路邊地法院教育部外面的垃圾桶上面 直接剪影片即時上傳 那像以前前輩們 呃就是也是查到的資訊都非常有趣 前輩們可能想要組成那種圈台 都有在拍攝的拍攝的人 然後想要請南部的那個影像一直開車 然後載到台北來見機 然後可能再請他原車載回去 把這影像做全台的散步 可是現在我們就是這麼的方便 其實公庫好像就佔了這個科技 其實就是科技自然的轉變 那我們的佔好像是優勢 好像也是一種呃 一種優勢但是也是一種缺點吧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是媒體 那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記錄的議題這樣子 那公庫前身是國科會計畫 其實2007年到我們的這個計畫到2012年 然後我們以前是富家子弟 我們可能不會像前輩們 就是很辛苦要去找錢 在前五年的時候 呃我們申請的這個數位典償 可能每年有一兩百萬 為我們墊下一些根基 比如說我們記錄了反國光石化運動 或是呃我們記錄了一千多則的 這些影像啊這些議題喔 很多很無聊齁 大家都也不知道就是拍了哪些 但是比如說有一兩則 可能會打出一點點小小的知名度 比如說像高雄在五年前 2010年的第一次同志遊行 我們拍攝了一個 呃 葉勇志少年的媽媽的這個 在遊行上面的談話的影片 那為什麼會記錄到 其實就是很簡單喔 就是每次你們看到主流媒體 記錄同志遊行 就是花枝招展的水南海 或是小褲褲 然後肉很多 再來不然就是哪一個藝人 去同志遊行這樣子 你會覺得啊我等一下用起來 是誰誰誰去 你就覺得很好看 但是呢 很少有媒體會把這個同志遊行 帶到最後 那公布就是一個全程記錄的媒體 所以在那場遊行 我們就是我就帶到最後 那我們可能在拍攝的技巧上 也不是說 就是都要很穩定 或是畫面很漂亮 最後可能我就是參與遊行 我就直接坐下來 聽他們的表演 最後就出現了一個 就是葉勇志少年的媽媽 然後發表一段談話 然後也很老實跟大家說 就是 我根本就不認識葉勇志少的媽媽 我不知道她是誰 結果到了現場 就是她一上台講話 全場的台下的那個 參與遊行的人都哭成了一片 那我就想說她是誰啊 也太厲害了吧 然後我就把這影片拍回去了之後 我的同志就跟我說 葉媽媽的影片非常重要 一定要剪一段上傳 結果這則影片就成為 公布史上點閱率最高的影片 然後也有帶給我一點虛榮心這樣子 就是也有 沒想到我可以拍到這種獨家畫面 那這個影片我拍了五六年 我也不知道她會發揮在哪裡作用 可能有很多公民老師會拿去使用 結果去年今年那個 蔡依林演唱會 在她的曲會演唱會裡面 也是為了要 她的專題名稱叫不一樣又怎樣 也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很多社會上 每個人不一樣的面貌又怎麼樣 所以她也有特別做了一個 葉勇志少年的議題 所以就引用了我們的影片這樣子 就是公布覺得在這過程當中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發揮到多用 什麼時候可以幾乎有那個片段 就是公布在國科會時期的時候 有一些拍攝的影像 那後續在四年前 兩年前 2014年 我們其實國科會沒有錢的 就是副家子弟當晚了 每年一兩百萬就沒了 那老實跟大家說 我也不像就是前輩們這麼熱血 可能剛開始我是個歲月七年 然後一頭栽入的公庫 可是是因為公庫有薪水令 所以我才在這邊工作 那出一點草沒有錢呢 我就認為說 欸沒有錢了 那我也沒有薪水令了 那我也可以離開 我就可以換工作 所以當時2012年 覺得說公布應該就是要解散了 就當時因為我們出了一本書 叫做《公民不能寫》 想說當作一個畢業作品 結果呢 我們就想說各自解散 那管道長老師也就是回去當他的教授 然後我也可能去找別的工作 我也就沒有要繼續拍攝了 結果當時我們出了一本書 到處巡迴演講 在這個演講過程當中 我們跟每個就是來參與的人 就說公布的運作方式 公布以後不會再拍攝會運動 就是我們上傳了一千多則的影片 就是留給大家慢慢欣賞 之後就不會新增囉 這樣子跟大家say goodbye 結果呢 當時有一位金主一位先生 他就對管老師說 管老師我覺得你們做的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要捐一萬塊美金給你們 但是呢管老師心裡就想說 喔謝謝這位先生 但他心裡就想說 這個人一定在鼓掃 就是他不相信有人真的會無償的 就是來捐贈一個另類媒體 結果後來他回家的時候 就是有寫信給這位先生 馬上寫信給這位先生說 謝謝這位先生要捐這個一萬塊美金給我們 希望你可以就成為我們支持的動力 結果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後 這位先生一直都沒有訊息 我們覺得啊果然是這樣 我們果然覺得就是人氣就是這樣 不會這樣子無償的提供 結果後來 再過一個禮拜這個先生回信了 他說欸管老師不好意思 前陣子我在國外工作 所以就是沒有回你 那我剛剛已經貴了三十萬台幣 到你的戶頭去了 這樣 那這個三十萬 其實對一個網路美台來說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但是他成為了公庫的第一桶金 然後讓我們決定 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們想要繼續走下去 所以2012年一直空了兩年 到2014年我們成立了社團法人 我們希望藉由用小額募款的方式 跟報導怎樣 就是每一位的都是我們的老闆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兩百位的老闆 來支撐著我們 不管是用幾百塊或是幾千塊 然後來就是維持著公庫的運作 那公庫現在有三位正職的記者 就是全職在拍攝台灣的一個社會運動 那也不是說所有的衝突都這麼多 可能以前每天 可能以前前輩們記錄了這麼多 三天橋剛剛看到的幾分鐘裡面 有很激烈的一些畫面 但跟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也是記錄了這麼多 其實有我被警察抓走了啦 或是我被帶回去警局的 這種的經驗其實手指頭就數了出來 代表說並不是所有社會運動 並沒有說看起來都這麼激烈 其實有很多是很平靜的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先介紹到這裡 剛剛Jun有講到那個 他們點閱率最高的 是我們也有其他媽媽的對話 就是我們在採訪過程中 就是三位大會其實都有提到一個 就是當時他們 大家會好奇麥最好路 帶是哪一隻嗎 馬子達哥有說很痛嗎 大部分就是無俠店嗎 對啊 無俠店才會賣錢 我們也嘗試了在 其實時間很有限 我現在回憶起來 每天大概一早就背著背包就出門了 背包其實滿重的 裡面攝影機 然後袋子要裝個兩三支 電池又那麼大 假如你要拍到晚上或什麼 那還要另外再背電池 那個電池是我們自己讀法的一個缸 兩個AutoBi的電池黏在一起 那就很重了 大概就10公斤了 背那麼重的東西 那個電池 結果它只能電 光 燈光 只能用15分鐘 所以每次到晚上的時候 看我們以前的影片晚上 我忘記嘛 因為你不敢用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 搞不好下一秒才更需要 或者等一下有更重要的畫面需要用 那有時候回來根本沒有用到說 阿牌子比是太假 所以這是我們當時在生產這些影片的時候的一些 比較有趣 現在想起來有一個有點心酸的過程 就剛剛聽到馬大哥講那種非很重的器材 就是我自己也想到說 我們現在真的很幸福 就是我們器材就一個手掌這麼小台 就像警察在街上收證的那樣大小 所以我們每次記者拿小DV出去 也會常常會被誤認為 我是不是女警在收證這樣 就還蠻想的 所以我們很幸福 就是很小台 然後腳架你也可以就是背輕一點的 買輕一點的 尤其就是像其實我們有公布記者 今天也有到現場拍攝 那就是偷偷的介紹一下他還是從主流媒體 轉到這個另類媒體公庫的記者這樣 那他為什麼出賣一下你的故事 他就是為什麼會轉來公庫 是因為他那主流媒體被操到身體不是很好 就是背了很重的器材 然後跟著攝影 就是他也要幫攝影背東西背出去 然後每天採訪工作 一天就是12個小時 那東西都要一直背著 那背到就是對他手舉不起來 所以他覺得他的身體再操下去就不行了 所以可以看現在就是 主流媒體的環境也是蠻就是辛苦的 那他就覺得他現在療養一下身體 所以他就先暫時轉換的跑道來到公庫 那有些人就說那就公庫很輕鬆的意思 其實公庫的那個工作環境 可能是比較正常的記者的正常公時的一個狀況 然後讓他可以順便療養身體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我們現在的每一個媒體 每一個公民記者 每一個記者都還算蠻幸福的吧 我是包阿澤的攝影記者 那我是裡面的 前輩他們是Videor 那我知道 我先介紹我自己 雖然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剛好 解嚴那時候我剛好是國 來國高中職 所以剛才前面講的那些事情 大概有的印象裡面到才記得 那因為我們從小家裡的環境 就常常去看那些藍外雜誌 除了每個印象之外 還有七年代 八零 八零年代 對 那些藍外雜誌 有稍微涉略到那部分 那 所以當然前面來講 那個過程其實都有一些印象在身體 然後裡面 比如說那個煤框爆炸案 那個 其他電視上都有一些報復 那因為 所以 平面是這樣 平面跟Video最大的不同 是我們的東西會比較少 然後也比較不會那麼重 那Video比較重 是器材上的一個不同 那我是覺得 我認為綠色小組給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他們是 因為攝影就是在見證某一種歷史 是在在歷史的切片中 見證某一段的歷史 那綠色小組從界原子 那一天 前一天停留 把六年開始做了六年 那這六年中 他很累積了非常非常多的歷史的資料 影像可以做為一種 不管如何如何去使用這個問題 就好像我們平面攝影 可能我們記錄了某一個 比如大家都很多去過人的地方 在拍氧化學運 大家跟我去過都拍的照片 那幫我去猜很多台氧化學運 或者是之前的黃仲秋事件 或者是更早之前 比如說 那個什麼時候 成員已經來台的時候 也是打得到第八道 那或者是三一九槍極安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看到誰 所以大家可能印象深刻就是 災燃花學運這個事情 那我不知道 各位如果有夠回想 當你長大 到我們前輩這麼年紀的時候 再回頭去看太陽花的時候 你到底有什麼想法 民進黨招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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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 國民黨招移了 威城體制已經打扑 現在一招移了 雖然是說 有人說 現在 黨政軍招移了 虛批了 但是 因為還有商業 這個東西會出現 那你講 是說 將在一間可以讓人 將那一萬年 將幾六百天 幾六百的一間錢 五萬年 但是一當初 五二年也是將那一萬年 五萬一 六萬一 其實立法院在五二年的時候就 就在那邊站起來就站起來了 所以說 意思是說這個問題不是三十幾千 他要去看 從現在看三十幾千千 那個問題 到現在 我們年輕一倍 我年輕一倍 很年輕一倍 我年輕一倍 很年輕一倍 現在二代 那個是 歷史 歷史 歷史沒有錯 歷史就是 就是前人一步一步 一代一代 這樣走下來 那我們回頭再去看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用一個比較感傷的態度 或者說用一個比較 女性的態度說 原來這些 我們現在 目前 假如說在民主上 或者在我們生活上 有那麼一點點跟過去不一樣 這可能就是 這裡面有一些人努力過來的 我們在當時 我們就曾經有做了一套的路以待 就叫說台灣是這樣長大了 其實我們就是有在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一定是要三十年後再來看 你或許你兩年以後 一年以後 你再去看當時 或者某一個事情 你會覺得不一樣 你可能你的心情轉變 心情轉變 也可能真的是整個時代是不一樣的 就像剛剛 義外講到 現在已經是兩黨獨立正 再過不到一個月 就是換民進黨執政 其實我們已經慢慢習慣了 並沒有說哪個黨又怎麼樣 現在講起來就是這樣子 以綠色小鼠的立場來講的話 假如我們現在還存在 還繼續拍片的話 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 我們從來就不是站在民進黨的 在那個年代 我們是很自然 大家會看待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本來就不是民進黨 那我們就是還是站在一個 就是說我們就是站在這邊 我們站在比較弱勢的這一邊 我們在社運的這一邊 我們站在人民這一邊 我們的角度 我們假如會繼續做的話 還是站在這個位置上 基本上我們的本質是這樣 我們從底下 就是前輩他說 我們就是站在人民這一邊 那工庫的宗旨其實就是 跟大哥講的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就是站在人民這邊 然後是處在對立者 詮釋者的對立面 對 可是很多人會問 其實不管你是問 或是問工庫就是 甚至我去校園座談 很多學生就問說 那當一個記者媒體 不就是要中立客觀嗎 那你們覺得你們自己是中立客觀的嗎 那 我的想法其實跟剛剛 就是王大哥也有講說 沒有完全客觀這種事 就每一個媒體在選擇他們的素材 然後選擇報導方式呈現的形式 就已經有他們的一個立場在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主觀的 一個呈現方式了 所以每一個個人都很難講自己是客觀 那所以我們秉持我們是客觀但不中立 我們在現場呢 我們不會跟著就是抗爭者喊口號 縱使我們每個加入的記者 有的可能是前身是社運者啊 然後加入了這個記錄的行列 那像我就是也有參與社會運動 對社會運動有熱情有興趣 然後最後畢業之後就是覺得說 主委媒體環境不好 覺得說這裡好像可以 既然既可以就是讓我做理想的工作 然後勞動環境又不錯 所以我就來到這裡 那甚至有的記者 他可能對社會運動是一竅不同的 他就只是覺得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然後來試試看 他可能也沒有參與過社會運動 然後就來到了公庫做紀錄 那就是我們會我們在現場 我們不縱使是同情這些弱勢者 或是同情基層的民眾 然後我們是為他講話 但我們不是為他們講話 我們是要讓他們講話 我們的影音為什麼會設定在10分鐘 就是很大篇幅是讓基層的人民自己發聲 那可能剛剛快報裡面是有加旁白的 不知道大家其他的影片是不是 其實就只有影片還有旁白嗎 我們的影片大部分都有旁白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很煽動 我們旁白都很煽動 就是鼓勵大家出來照版 像你剛剛這樣講的話 我是有感而發 就是經過這30年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因為生產方式的不同 傳播方式的不同 再加上這30年來恐怕也是 大家多了一點點民主的素養 種種的 所以在前世上來講的話 現在是比過去有太多 更多更多的空間 你可以用各種的角度去詮釋 但是大家也覺得允許你這樣去談 然後大家會去思考 在我們那個年代沒有 你說這樣的話我才會變的 不敢這樣 因為沒有太多的詮釋空間 在當時的話就是這樣 不是對就是錯 我們現在知道很多事情並不是這樣子 其實在當時並不是說那件事情 真的就是只有對跟錯 不是 但是確實當時沒有那麼多的詮釋空間 我想是在同樣的一個工作 但是現在我們剛剛不同 有個地方不同 這是因為很明顯 Cue一下剛剛有到現場的林宇佑 獨立記者的林宇佑 他剛剛就是在教育部衝進 就克剛微調案的時候 那個學生衝進教育部 然後他也跟著衝進去 一起被抓的那個前記者 現在是獨立記者這樣 他剛剛也Cue我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可能在前輩那個時代 就是我們剛剛看很明顯 就是黨政軍法持的那個三台的那個影片 是完全的抹黑 或是就是 你說他幾個警察受傷他都寫得出來 那名字都直接列出來給大家看 那可是現在譬如說我們在行政院事件之後 我們想要找了一個打人的警察 怎麼找都找不到 就很難這樣 可是以前每一個名字即時都可以知道 然後完全的就是說警察就是受傷的被暴民打這樣 都流血這樣 對 那我們看到綠色小組的影片是反過來 就是看警察也是先閃動或是先打人 那才可能有民眾可能有就是回擊 那其實他也直接講說對的確有警察受傷 那或是當場的這個民進黨的這個人員 就直接說什麼 我們不要讓每個人流血 就敵人的血也是很寶貴的這樣 就是他也是直接呈現 所以剛剛你又要cue我說 對啊 那時候有可能民眾打警察畫面 他們是不會撿進去的 那如果是你們 你們就是說公庫 或是現在的媒體 該不該撿進去 要不要弄進去 那我剛剛就說 這樣思考我們第一個就回應說 會啊 我會放進去啊 如果那是 對我來說 如果我們是想要宣傳這個議題 應該是說 讓大家了解某些議題的話 那如果他對這個議題的不是很重要 沒有很重要性 就以前那個空間很小的時候 就是對抗嘛 就是老三台說什麼 那我們就跟他呈現另外一面 但現在大家城市的每個角度有這麼多 也許現在三台一樣也會寫說 有警察流血 然後一樣群眾有打人的畫面 但我們也就是呈現另外一面 或是對這個議題有幫助的畫面 就是也是經由我們記得去選擇 大家要看那個對議題的幫助在哪裡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就是 看那個 那天我 我進去是第一步被通了 所以 就不像 不好意思 所以我 我 我 我只記得我後來 就一直在那邊靜坐 因為我沒有武器 沒有武器 可以 可以 你來 他講的只是那 我在機器還沒到現場 就不算那一段時間而已 後來晚上那麼長 或是時間那麼長 主要的比較大的衝突 你還在後面 剛剛你有講到說 其實副手在拍片確實他是非常穩 他非常穩 我看他在運鏡 他好像旁邊你打你的 他還是可以照他的 他要的tempo去走 這不太容易 所以很多蠻重要的那種話題他做到了 那我想你可以講一下當天晚上的狀況 我反而比較有印象的就是那個機場事件 可以 你可以再提一下 可以 機場事件 機場事件我 我主要是跟山中一起 一人處理 山中就在那個封鎖線上 所以我就從那個九泰經營總部這邊緊接點 我就慢慢的拍 拍 走走走走 比如說 春八的那個車隊 大前景 大前景 就是我會想 我覺得很 整個畫面會呈現的比較完整的方式 就是那些 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大哥會被水深噴嗎 有啊 我是只噴兩次 所以沒有資格 聽出來沒什麼好線的 因為有一個被沖三次的 就是李山沖 他的名字我們真的有問為什麼叫李山沖 他的名字就是因為他被 被沖的名字 而且那一次有加紅毛手 那一次被噴其實有點活該 對啊 那一次被噴是12月2號 第二次再去接金的時候 大家知道 遠遠就看到 那個消防生在那邊等啊 所有人就站在那邊 沒有必要往前嘛 我不曉得他那時候到底要去拍什麼 他自己就過去拍了 然後也很奇怪 對方也很奇怪 啊 多人走過 啊 走一個 攝影機走過你把他噴到什麼 他被多噴 多被沖了這一次 之後他唯一一個人 我印象是這樣 應該是同一天沖三次 哦 那他就多 再多一次 是是 這個是第四次啦 哦 那一天之後他一等 我一邊沖啊 是有些記憶是比較好 我 不過機場事件是真的是蠻震撼的啦 蠻震撼的啦 蠻震撼的啦 那不可能回來的一個人 但是藉著這東西就是發揮一個 要就是說回家是 回家是人最基本的權利嘛 要凸顯這個東西 那這當然也有一些就是說 嗯 政治上的運作啦 所以是在選舉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子的 運動本來就是這樣子 攝影也是要找一個點 找一個時機 那你說這群人被集結在那個地方 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看到底下 因為那是在高速公路 機場旅館前面那一段 比較高 下面呢 那時候是跟黑波一樣嘛 很多芒草啊什麼的 好像下面有一條路吧什麼 欸 站車就是來來去去 然後天上呢 就是直升機在飛 欸 有點那種速殺的氣氛戰 又是冬天 烏烏叫個風 那直升機呢 在天上飛 然後布什呢 還跟你喊話 鄉親啦 回家吧 不要被利用吧 什麼的 就是這種東西耶 真的就是這樣子喊話 欸 更妙的是直升機 竟然撒下那個紙條來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拍到一個 非常巧的一個畫面 他撒下一些紙條 他就飄到我這邊來 然後我這邊來 我剛好順手接著 就擺在攝影機前面就拍 我要記得就是叫你回家什麼的 然後說 所以那是好像 感覺上你看那部片子 蠻有趣的 好像是一個紀錄片 但他又像說 好像是應該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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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安排的 欸 很多東西都是 怎麼怎麼 又有戰車 又有 又有直升機 然後又有 蠻好看的 大家去看吧 蠻好看的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那個 這個影片的你解讀嗎 對 對 當時的時候出發的隊伍 對 然後再迎接 下面的演狀 對 剛剛那個洪大哥講到那個 直升機上面飄下那個紙條 然後其實我今天有看影片 就是惡舞一下 那一段畫面真的就像你說 安排好了 不是你接到 是飄下來之後 由那個坐在地上的那個 前去的支持者接到 然後他就直接遞給你 然後你直接拍 我現在想起來 好 我不是這樣接到 我這樣接到 又在這裡 好 那就是在鏡頭之外 拿給他 他放到這邊就拍 那個人是三聰 喔 是這樣 我以為是有支持者 對 那個畫面就真的是很順 那我就想到 我今天又看到另外一個 也是綠色小組影片 也是很剛好畫面 是有老兵要爭取要回伴鄉 對 那個在影片一開始 因為他是一個母親節 在國父紀念館 就是由婦女團體 就是要去辦記者會 對 然後他們就講他們的訴求 可是剛好旁邊一群老兵也說 我們也想要回家 我們想念我們的媽媽 他們要爭取伴鄉 因為當時的環境 是不讓他們回去大陸的 那在那個畫影片的畫面 第一個鏡頭 就是一個媽媽對著小孩說 這個氣球給你喔 你要拿好 不然那個氣球會飛掉 結果就是下一個鏡頭 馬上就是那個小孩子就放手 然後媽媽說 啊飛掉了 好像就像是 那個老兵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很像是老兵 他很想要回家 可是他就跟那個氣球一樣 他急著想要回家 可是他被卡在處上 他回不去 那我想說天啊 光看這個前流畫面 就是也讓人太感動吧 又加上後面那個老兵 就是有跟台北的路人 就是一個女性在對談 就說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不能有回家的權利 其實高官或是有錢人 他們都可以自由的進出大陸台灣 為什麼唯獨一般的老百姓跟老兵 我跟你們來了台灣貢獻這麼多 可是我卻不能回家 所以一直在爭取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跟路人在講這件事情 是一個討論的過程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那個影片 君主講的這個應該就是 我們現在討在那個 綠色小小組影像協會 那個臉書上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在做那個30年的回覆影片 大概每個禮拜會有一則 就在我們臉書上 就30年前 像這個是上個禮拜的討論 我不曉得那個林佳明從小就會演戲 他剛剛講的那個小孩 叫做林佳明 他去年拍了一部電影 叫做《東索》 那個媽媽是楊祖君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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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 剛剛講過噴水 那根本大家都有去被噴到那個中下動物站裡 然後噴保持場就跑到走 然後行政院那一場噴水 但那個噴水的時候很髒 沒有在白天噴 學師講他們都得了 就是在半夜到大概 從12點多就開始說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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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冰塵 天剛剛快亮的時候就開始噴水了 其實照片本身 照片它其實它的力量是相當大的 跟Linio是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那我回應一下你講的 你講的說 其實我們在群眾的場合裡面 我們是被群眾保護的 群眾會幫我們看看四周 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照顧到自己 保護到自己 然後甚至他們會看到我們到了 但是已經沒有比較好的位置 我們跟群眾的關係是這樣子 那跟警察當然是對立的 但是警察不會說特別要打我 因為在那個階段那個時候 事實上他們要顧得不是我 然後他也不太敢 因為搞不清楚啊 他不見得搞得清楚這個人是誰啊 因為裡面也有他們自己的一些人在拍啊 那其實說場面會不會怕會 尤其像說服髮那片的 像五二營啊像好幾場 像土神事件 種種的好幾場都是 那個警察 尤其是憲兵那個齊眉棍 然後那棍子 從後面嘴一直過去 你那時候你怎麼辦 你索性乾脆停下來不跑 你跑不動啊 你背那麼重你 你一定跑輸人家啊 我乾脆整個停下來 那畫面就拍得很漂亮啊 看到前面是群眾在跑 然後呢 後面就是一根根根的棍子借過去了 那看我停下來反而不會拍 不會打 就可能自己來 其實有時候是這樣子蠻有趣的 那想到這個的話 我就想到一個比較有趣的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開始在拍的時候 那時候 這種機器 小機器這個video 在街頭很少出現 那其實街頭運動也才剛開始 就是林振傑 林振傑那個街頭運動的時候 欸那個 其實他會動作很快耶 他們每幾天他們也有一組人 也有一組人 跟我的機器型完全一樣的 反而是M1 就那一組的 然後呢他們是四個人一組 四個人一組 就是憲兵 看他們是林振傑 他們甚至四個人嘛 所以有時候需要高的時候 他們會跌起來 跌起來這樣拍 然後有一次就是拍一拍 遊行嘛 有一次走到市議會門口 在市議會當時有個天橋 他們走過來問我說 你怎麼有那個臉包啊 因為我有一個杯可以放那個機器的 他們是用提的啊 他們沒有啊 那你要申請啊 他們搞不清楚我是誰 你知道嗎 剛開始是這種狀況 就是剛開始拍的時候 群眾看到我在拍這個東西 是閃躲 是閃躲 因為在當時 能站出來 敢站出來的人 他一定是很勇敢的 他不知道說你是誰 你拍這個東西以後 他被拍了以後會是怎麼辦 會是怎麼樣 會閃躲 那有些比較就會拿什麼 拿包包來擋 擋我的鏡頭 但是不敢什麼有任何的 比較想要對你怎麼樣的動作 完全沒有 那等到大家比較熟悉的這些運作 然後街頭也走多了 那就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就是能在群眾裡面 就是變成 連這個拍攝的角度什麼 都是對立的 我們本來就不可能站在警察那邊去拍的 我們進不去 我們也沒有記者升登 我們進不去 那假如他們的情勢單位為什麼 也不敢走到群眾裡面來拍 進來一定溫馳 是這種狀況 那所以後來 綠色當然拍到後來就是大家都很認同 群眾都認同綠色 這就自己都站在這邊 所以也有一些單獨個人開始在拍的 包括學生什麼 他們會來跟我們 跟我們要貼紙 我們的那個logo的貼紙 熟悉的朋友給他貼了 那就安全了 積極貼了 OK 所以當時我們在現場拍 我們的身分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身分 假如要說你們是記者嗎 我說我們是這樣的記者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有什麼問題 我想我談一下那個 談一下我們其實一直在想盡辦法 要去尋找更好的一個傳播方式 然後生產方式當然就是說 隨著我們也稍微有點錢了 簡介的設備也可以更新 機器也 機器也差不多了 那簡介起碼有比較好一點設備 但是傳播的方式我們一直在突破 一直在想辦法突破 所以剛剛主聖儀有稍微提到 還是Gender稍微提到 講到說我們曾經試著想說 把在街頭拍的這些人的影像 全部都大家一起共同來製作 所以我那一年1989年 1980年的選舉前 我就寫了一個企劃叫ENG聯盟 我們這個東西叫ENG聯盟 那我就是分別去找 從屏東一直高雄台南一直上來 到時候有人在拍喔 我把這樣子的構想告訴他們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每天從北部一站一站下去 比如說到了桃園 你要把你在桃園拍的 拿到那個交流站 那個高速公路交流 交流道 交流道 交流道那邊 然後帶子交給我 就是一路一路收上來 到屏東一直交流 收回來以後 在台北 台北做製作中心 剪接 第二天呢 放 放 順便再收回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變成一個模式了 你等於ENG聯盟就是一個電視台 雖然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發射台 但是呢 這樣做為什麼可以做到 因為當時已經開始地方有一些地方台 有一些地方台 當時他們叫做民主台 就很多是當時的民進黨員 或者民進黨公司人員 在地方上他就是開始做這個有限的電視台 當然很可惜啊 這個東西牽涉到很多比較複雜一些因素 人的因素種種 後來這個就無疾而重 但是我們只想嘗試啊 就是說任何的可能的傳播方式 我們都會去想 包括最後弄的綠色電視台 4月4個 關小キ fora version 例子 電視應該是社會廣棄 但是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都在被國民黨所攏斷 對今天一起 我要用實責的行動 打打這種無合理的教訓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很習慣在設電視台的節目 鼓勢在這裡為大家親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歡迎你收看綠色電視台的節目 首先在這裡跟大家請安問好 我是在設電視台的記者 李氏邱 李氏邱 我跟台時的李氏端 或是李彥邱 並沒有什麼親情關係 這點鼓勢在這裡為大家做出的聲音 大家都知道 年紀以來 我們台灣只有三間電視台 那今天剛好三台都是國民黨的 電視台生理那麼好挑 台灣有很多人那麼多 是怎麼沒有人要另外去設一台 還給國民黨那三台 並做過行獨自的生理 各位觀眾朋友 不是沒有人要設 是國民黨沒有給人設 每個人要親親電視台 國民黨一路都說不行 不行的理由是 已經沒有頻道 沒有頻道 比起是這種欺騙社會的說法 我們出來的電視 都有十多的頻道 台視 中視 花視 做法到強了也在三個 最少要過七八的頻道 空在那裡不在用 現在李氏邱的頻道 就是其中的一個 國民黨說沒有頻道 就像過去報警的時代 他說報紙不夠用 所以反正新報紙成立同樣 目的都是有一個隆斷 團補民體 團補民體是為控制 他就能忍俱修 來製造民意 新聞我不會幫你報 中央也沒有報 不然中央也報到幾大片 有一個隆斷 更加要求的是 我會幫你報作伯 伯就幫你報作伯 那伯就幫你報作伯 那如果是他們一黨的 不管贏 全部都說好聽話 那如果他跟他不一樣的人 譬如說民進黨的 他就說你是有心人士啦 陰謀粉絲啦 什麽我無所 什麽社會 就跟他講話 反正 只有三大人而已 大家也無意的我 那只有一些紅衣衫看得更好 年輕人看得更多 那如果生活比較壞 連電視就想要人都不看 各位觀眾朋友 從今天開始 你不用我國民黨的電視台 這樣你慮了 因為你蓄電視台 已經在今天正式成立 開始補出 雖然國民黨一直卻想說 任何人都不能自己蓄電視台 老婆就要抓到那個關 但是 有時候要突發電視台 分機 收 ECU 保障 這種無合理的事情 我更願不關 接下來 我們就要開始來 報選記的新聞 有在相信朋友 請你趕緊跟你的廚房賣別說 叫他電視開了開 頻道丟臉好聲 大家集會來看 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有你報到台北官的選前 大家都在說 台北官是今年選前的遭及政府 一開始 李政委總統就幫出鄉聲說 總統的高雄絕對不能論選 不但總統 甚至總統的母親也會選擇 政策可以說是很緊張 人家很奇怪 這兩三個星期 電視播出來的新聞 好像看見國民黨的候選人李時君 一個人在那裡繞來繞去 看起來好像真爽繞 這段 歷史電視台以來 其中比例遠古 所以就要關於台北官 想看個鏡鏡 我們都會出現 整個習近平的議員眾 我已經完成了 我都會出現 我有人完成 派的每一個 聯繫 台北官員你們 launched 我要找到 養家人 養家人 我要報給大家 小青的外人 大家是因為那種比較冷 從幾隻的分大起床 結果競然是老是軍軍 有事後我們訪問友情才知道 原來三間電視台沒有報名的選舉多重 完全是一種風殺的手段 並不是因為你的丟臨 還是說他人生了看吧 另外,友情有在說 他是要邀請你認識訓宣傳電視台的公開辯論 但是三台都沒有答應 我們這點本來在這裡公開表示 我們隨時願意提供的時間 讓他們兩個公開辯論 警察大家期待 台北縣的選舉 最近另外有人在說 可能會有投票部隊出現 說連金門媽祖的部隊 就要開回來台北縣投票給國民黨來的選舉 這點,各種意見看出來 一般投票部隊 過去大家都怕很多 但是大概沒有多少人親眼就看過 不過,經過本台的採訪 投票部隊的存在是千金萬格的屬性 為了要讓大家進步了解真相 因為我們很好看一看投票部隊的實況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是三年前新的市選市議員的時尊 訪動全都的投票部隊 這個投票所是設立新的榮民之家 全區雖然是在新的市 但是選民競然是從全國國地來 現在他們這裡一車一車再來 就是國民黨的投票部隊 做一個在市場點 從整個市場點 仓國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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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各位觀眾朋友,就今年政府所說的百文不如一見 到六五年開始是浩浩蕩蕩,中民會最怕 從來看一段比較輕鬆的 就是選舉期間,國民黨的民眾也有充滿基盤的 李民連環大會,李民連環大會 國民黨,這條牛肉在這裡,連環暗會 時間是十一月二六,二兩時來後 看多牛肉腸,都扭去喔 國民黨還給人家摸那個 菜,獎品非常豐富,什麼瓜葛蛇都有 最後,我們再請我們前常委 然後我們先說出這個 二四七五,二四七五,二四七五 不怪一些選民不去政見場聽政見 也不怪國民黨的候選人,政見會不斷,早來這裡秀 有人說這是另外一種買票的手段 不知道各位觀眾意見什麼樣的 各位先生,你們看到嗎? 民進黨和你一樣 支持兩黨輪政 這是三台聯合不保的民進黨官國 國民黨那三台無緣部 並是其他最多的挑戰 是條國會要封殺民進黨政定期 這是民進黨黨旗,請支持他成為執政黨黨旗 民進黨,謝謝您 民進黨和你一樣,心中有台灣 民進黨和你一樣,支持兩黨輪政 各位觀眾朋友,現在本來開播的記者會 馬上就要開始了 記者會的領點是去幫助友情的政策總部 好,就到這裡 接下來就是記者會開始 這是在記者會之前宣播的 這一段已經是無限播出去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那拍攝手髮好險 很切尾 那切尾還不錯 不是這樣才好玩嗎? 那個腳本當時是誰寫我 可能就是山蔥型的吧 這位就是山蔥,他不是世秋啊 好,那剛剛這個是一個暖身 就是大家可以就剛剛影片 或者是我們剛剛討論的部分 繼續再問他們幾個問題 還有沒有人想要提問 我想要真正兩位前輩問一下問題A 因為我是做那個 我現在寫作碩士論文 我想要研究就是年輕黨黨外食 其實我想要問一些問題就是說 我之前有訪問一些人 他們說他們那時候服務處 他們那時候會考就是綠色小組一代 所以我很好奇說 那你們第一批送到服務處的那些 是有收錢的嗎? 因為感覺他們都是一直免費靠 然後他們其實服務處那時候 靠這個營運算很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想說那綠色小組 是靠怎樣才賺錢 因為剛剛跟大哥講到說 好像一開始有找500 100個人就是 80個人就是每天就500塊 然後這80個人到底是誰 就是那時候會願意想要捐錢 給綠色小組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我剛剛滿好奇 就是那個綠色電視台就是 因為那時候不是被那個三台佔領 就是那個被他們掌控那個電波 所以綠色電視台的時候怎麼播出的 就是我們這個實在是 沒有辦法想像說 這個播出的畫面是怎麼樣子的 我現在問這幾個問題 謝謝你 好 我先簡單會讓你第一個問題 我們完全是靠賣錄影帶來維持我們的開銷 那你提到說剛開始那80個 那個大部分就是朋友啦 還有一些比較就是 因為我們也有透過檔外雜誌 透過檔外雜誌做一個簡單的訪告 也有一些是這樣子的人 就定了 那大部分還是至於一些朋友 不支持我們 就是半年啦 我們把自己的目標運半年 半年動不起來也只好就算了 就是 那你提到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拷貝我們的錄影帶 這個問題 這其實我們真的是一點辦法都一樣 照說的話他們 因為我們帶子送給他們 他們也很近 譬如說你這個服務處哪個50隻 多少隻 譬如說你應該繼續跟我們進帶子 那可能就有些像你講的 那只是拷貝了 我們一點辦法沒有 我們根本沒辦法去注意這事 而且更糟糕的是 同樣連前面的50隻帶子 常常是變20隻帶一丈 你去 因為其實當時的這些服務處或怎麼樣 病座都還不是很上軌道 有時候去收帳說 那有 你前面把你給他 就知道他就離開了 我怎麼知道 類似這樣的東西非常多 那我們其實沒有辦法 我們自己本身也還不可能做到說 一個很完善的一個營運 要怎麼樣子 像這些東西我們都是滿頭痛的 那第二點是講到 發生的電視台發生 會把電視台發生 那個 當時是這樣的沒有錯 就是大家都非常期待 因為解嚴了嘛 報紙也解嚴了嘛 也可以辦報紙 但是放到電台電視台 他絕對不放 他就給你 國民黨就永遠去說 沒有平道 啊不然你在哪裡 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沒有嘛 他就是跟你講 就是沒有平道嘛 那你反對黨或什麼 你就是說你偏偏就是有啊 怎麼會沒有呢 問題是 就沒有啊 我意思就說 你放來看看吧 有點那麼一個味道 就是你沒有辦法啦 你沒辦法啦 那其實我們去了解說 絕對有啊 這 我們 這個東西我們其實籌備滿久 但是 這個事情只能做 不能說嘛 籌備了非常久 那 後來就準備 這個東西也是要在選舉的時候 再把它弄出來 就1989年 後來 決定就是在尤清的 尤清選台北的現場 這是當時選舉的指標的一場 就在那邊放 當然這個過程其實 也沒太多時間我簡單講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 這機器其實沒有那麼的了不起 它不過就是一個天線 是一個放射的天線 而且它不大 差不多那麼高 差不多一點點 然後你要一個放映的東西 就出去啦 就這樣子啦 然後你把頻道設定在 當時頻道就是台式 中式 華式 一般來講7 9 11 那我們就是 像 像 雨昕決定要播了 油鏡那邊就會 進人 服務出去 進人的事情就出去了 一直講啊 當時開時我記得是 幾號 幾號播 忘了幾號開始播 選舉前三天開始播 那一天 幾點 綠色電視本要開播 那你就把你家的電視頻道轉到13號 轉到13號 轉到13號就收到 轉 當時就是 我們就把一台電視 擺在 油心軍人總部的官員廣場 然後 民眾都會抗 有什麼不抗爭的 說沒有 人家電視 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有線的線都沒有 有什麼不抗 大家去期待期待 期待說 今天要低到我們科技 那一台範圍很小 其實只有2公里到4公里 也沒有人保證說太強或怎麼樣 就是2公里到4公里 真的 真的就是一開播了以後 畫面一出來 大家很不可自信 那個眼神 那個整個興奮的表情 我現在都還記得 那我可憐 然後馬上就是電話一直打進來了 然後油心總部進來 收到了 最遠的進來是在那裡 這有點奇怪 我想會不會被他亂講 反正就是收到了 可是呢 官民動的奧布 十分鐘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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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停電 那一區整個大停電 但是這個東西 已經彼此都演練太久了 油心的那個 最大的發電機燈就很悲 他都用到 他都用到 馬上又 我們發射密度問題 照樣發射出去 但是倒霉了 是附近的距離 看不到啊 看不到 至少再 因為跑到總部來看 所以總部更熱鬧 更熱鬧 然後我出去繞了一圈 後來因為大家都覺得都運作得滿 因為記者會開滿久的 那時候是王興建 王興建是當主席 王興建主持的 王興建主持的 王興建笑得這樣 我一生還笑得 我就出去繞一下 看到有一家電器行 他就把他的那個 裝電子 那個小電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小小的 好像還是黑白的 就搬到店門口 因為很多人 停店了 沒有去看啊 搬到總廊裡 大家看 滿有趣的 但真的就是發射出去 就這樣子 你就顛覆了王興建的謊言 其實就這麼簡單啊 你不用跟他爭那麼多 因為這個是很好的一個議題 每次選舉就 每次選舉 你們在說話 你現在才會或者叫我說 你來拿好幾次 要來拿好幾次 要來拿去 你走 來拿好幾次 你走 在說話 去有了 說話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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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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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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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